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被克罗地亚通过12码大战淘汰 对巴西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很多巴西球员泪流满面地离开了球场 最令人难忘的是理查列陈安达迪 他几乎无法回答记者的问题 这位攻击手以三个入球结束了本届世界杯 理查列陈安达迪说 我向我们的家人道歉 向所有来这里的人道歉 向所有在巴西为我们加油的人道歉 现在我要去卧室哭泣 我是一名球员 但我也是球场上的球迷 这段时间很艰难 现在是回家的时候了 我们对金界世界杯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不幸的是我们失败了 现在我们会哭泣 但也要抬起头来 足球有时是不公平的 我们创造了机会 战斗了 成功地向前进了一步 却被踢了一脚 如果我的父亲在这里 他肯定很难过 我想给他一个拥抱 他看到了我们的努力 向所有为我们欢呼的人致歉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